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的有 那我就在这儿等着 既然等不到 我明天再来 我等他一个月 那好吧 他来了 我给你打电话 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单 这么多 不会吧 喂 你好 对 我们是陈锋录音室 您可以放心 我们的设备是国内一流的 对对对 录音室也是一流的 你约哪天 嗯 好 知道了 到时候我们见 好 谢谢 听见没 又来订单了 我上哪儿找一个这么勤快的长工 马路上 何着我找一老板啊 不乐意 乐意 特别乐意 我现在就一长工啊 你让我干什么 我就干什么 我就当牛做马 给你伺候着 拜拜 您总不能害我吧 知道就好 客户马上来了 知道了 哎 话啦 放会儿吃吧 看了吗 看了吗 喜欢吗 你 这些照片是你拍的 不是我 你还说不是 你还想赖 真不是我呀 你要再不承认 就把你送到观察局 你这个人怎么不知道好歹呢 上次就没有为难你 你怎么越来越过分了 怎么 哥 你现在来扫的图书馆一趟 什么事 你来就知道了 快点我等你啊 我在开会呢 我抓到人了 什么 小范 我出去一下 你们继续开会 好 看你挺面熟的 不是第一次被我们抓住吗 胆够大的 还敢来呢 小韩 你没事吧 这位是 这位是我先生的妹妹 这回多亏你了 对这种人啊 就得这样 该 报警了吗 报了 报个课马上就到 小姑娘够猛的 小猫 你下午是不是还有课 要不然你先回去吧 等哥来了把事说清楚就回去 嫂子你先去忙吧 你给你哥打电话了 当然给打了 你不让他亲眼看看 他怎么能信 哥 妈妈 小韩 出什么事了 今天我和嫂子联手抓了一个坏人 什么乱七八糟的 到底怎么回事 就是这个变态 拍的那些照片 今天我特地跟嫂子一起来 果然被我抓住了 你不信问问他 哎哥 让你别走啊 哥哥 哥你听我说呀 哥 你怎么了 是东小韩叫你来的 我自己来的 你帮他圆化 你们一起合伙骗我 是不是 哥你说什么呢 你这小小姐太丰富了吧 别人我也就无所谓了 你都骗我 你怎么会觉得我在骗你呢 我这么做不都是为了你 为了这个家 算了我现在跟你说什么 你也听不进去 你也太小心眼了 你说什么 我说你小心眼 这不明摆着的事吗 你还一神一鬼 你就等会儿 一会儿保卫住人来了 不就什么都清楚了 没兴趣 哥你不能走 撒手 不能走 哥 不能走 你就是俩变态啊 走走走 你才变态 做什么啊 弄破了 不错 里边人家里边 好对不起啊 又是你这小子啊 你不嫌烦的 我都嫌烦 走走走 好了没事了 大家干嘛干嘛 都看见了吧 都看见了吧 我在外面等你 你自己进姐跟嫂子说去 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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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看见了 你不嫌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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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愿意跟我说话 有什么话回家再说吧 就这么点事你都不原谅 没什么原谅不原谅的 事情弄清楚就行了 弄清楚的事多了 我还原谅你了呢 你委屈了 我没有 我已经向你道歉了 我请你说原谅我 你心里有火 我现在说这个没有意义 你说不说 我一定听你说原谅我才走 你说不说 方凯 你干吗呀你 快起来呀 就在单位别人看见怎么办呢 你说你说原谅我 要不然我就一直跪着不起来 我才不怕别人看见 谢谢 好 我原谅你了 我真的原谅你了 起来吧 来 来 你是在敷衍我 其实你心里 特讨厌我特恨我 是不是小孩 我没有 我是真心的 真的我怎么会恨你呢 起来 小孩 是 其实我又自信看她 让我自己是对押的 我最老不该怀疑你 你是一个好奇 好不好 我发生的好奇 还有一天你跟一个男人跑了 我怕我没有你 我该怎么办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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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我对不起你 可是我爱你 我知道 我不会的 不会的 你看 起来 起来啊 放开 小孩 你打我吧 只要你不生气了 你就打我 你打我 我生气了 你不打 我打 放开 放开干嘛 你 那你原谅我 你说你原谅我 我原谅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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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谅你 只要你不再怀疑我 我以后都不会离开你 真的 好吗 起来好吗 起来啊 乖 你说你原谅 我原谅你 我原谅你了 原谅你起来啊 快快 起来 快快快 起来 小孩 前几天 爸爸跟我说过 让咱们重新开始 我是你的丈夫 以前的事不要再提了 我答应你 从今天起 我再也不提以前的事了 咱们重新开始 我是你的丈夫 你是我的妻子 爸 孙儿 挺好的 来个过两天啊 再过来录一次 好不好 好 坐好啊 再见 你先去吧 还有啊 这是最后一个了 哦 对了 七点钟还有俩 还有啊 你太狠了吧你 你赚钱还嫌累啊 真没见过你这样的 这不才五点半嘛 给你一个小时够了吧 你以前就是太自由散漫了 所以业务量上不去 我错了行吗 别再说了好吗 对了 你看那下那些盘 然后呢 有些没写名字的 你听听 什么歌你给它写上去 嗯 放心 这个什么呀 某两点酒 活不醒 山风一吹 咱们吃饭去吧 这是什么呀 没什么的 瞎录着 走 举手在前面走 有什么可听的呀 那怎么那么好奇 你原来不这样 我跟平时一样 不一样的是你 我们不是搭档吗 搭档之间有什么不能说的 这是我第一次 见董小涵的时候就有声音了 对不起 没事 你很想她是不是 没有 这有什么的 你喜欢的就大声说出来 你怕什么 吃饭呢 欢迎光临苏敬桥玉未来温馨的爱场 瞧把你臭美的 这是厨房 对 过道有点窄 要你窗过道干吗呀 我老婆魔鬼身材 不用太宽的过道 书房 对 还不错 看起来挺宽敞的 这没装修完呢 装修完呢 比这还宽敞 这是主卧吧 对 我就觉得吧 房间少了一点 要不着房间干嘛 就咱俩人抬得无间离头见 可是如果我看你看烦了该怎么办呀 还不都是地儿嘛 什么卧室啦 书房啦 厕所你也能带 讨厌 终于有自己家了 感觉 敢做梦的事 做梦啊 疼吗 醒了吗 疼吗 别疼 别疼 你会儿的 弄疼吗 好好好 来说点正事 什么时候 能搬进来 着什么急呀 这不什么都没弄呢嘛 你这样整个弄好了 怎么得有半年时间 到时候再说吧 这话你说的啊 一装就好立马搬进来 先想装修的事吧 你总得给我爸一个接受的过程 怎么总拿你爸在这儿说事呢 没准你爸巴不得我早点儿搬出来 你说我挺大一老爷们儿 整天蹭着岳父房子 说了多让人笑话呀 你要是因为你爸着想 咱趁早上你来算了 我爸对你挺好的 应该别白眼狼啊 我没白眼狼啊 我对你爸也挺好的 只不过表达方式不一样爸爸 不过说到你爸 我总觉得你们两个 关系好像有点怪 他一手万代大没错 亲应该亲 可除了亲之外 怎么好像总有点 什么东西说不出来似的呢 还有什么呀 你职业病又犯了是不是啊 在家待两天你就待得难受 开始分析自己的老婆了 没没没没没 我哪敢啊 不过 你说是不是你妈妈的缘故 一般少年时期家庭变故 对小孩子来说得有很大的 心理影响被灭了 我是恨我妈 她背叛了我爸抛弃了我 是她把这个家毁了的 我恨她很正常 我没什么心理阴影 你别老拿警察这套来对付我好不好 她是把这家给毁了 充其量是个出轨 你应该很出轨的女人啊 按这种理论分析的话 你干嘛把陈峰跟董小韩 还往一共操活 哎呀你烦不烦呀 咱们说得好好的 干嘛收到小韩她们身上去了 真没急 不烦不烦 谁啊 那我老婆不顺眼 修理 那好 那我看方凯这不顺眼 你也修理她 行啊 你爸看我不顺眼呢 这不都个人自由啊 那 你看我顺不顺眼 我老婆 怎么看不顺眼呢 那不就结了吗 只要有你 其他什么事也不顺眼 好了 今天工作完了 收工 你回去吧 我再待会儿吧 那我回屋了 走的时候别忘了锁门 好嘞 把我的工作去做 你不是吧 我不能老子 你不是想要 你在一起 你不是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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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是想到你 翻车 unt toss 我要何必这样 glitter 干什么了 幸好别把生书来了 到时候了吧 看 so 好啦你 我好不好跟你没关系 那爸妈怎么样 好吗 都好着呢 放心吧 你跟姐夫也好吧 能有什么不好的 听说怎么那么不高兴 姐夫欺负你了 瞎猜什么呢你 别回去跟爸妈瞎说 懂什么 那有什么不明白的 不就那么点事吗 你说的 亲巧 对了 姐 我告诉你 今年年底 我就结婚了 结婚 你才多大呀你 你就结婚 你有能力复当一个家吗 你就甭管了 我这什么都准备好了 等到过年的时候呢 你跟姐夫回来就行了 你现在连房子都还没有了 怎么娶媳妇啊 你们才认识多久啊 你应该多了解一下 谁啊 小润 什么事 过年非要着急结婚 他在多大呀 我跟他说 你等会儿啊 姐夫跟你说 小润 准备结婚了 好事 需要什么我们帮助的 尽管说 姐夫帮你 也没什么事 就是为了房子事发愁 我跟爸商量了一下 咱们家房子就这么大 然后把里街腾开 哎呀 腾什么呀 就那么大点地 买个新房子吧 缺多少钱 告诉我 姐夫借给你 行了 跟我就别客气了 就这么着了 小润 你让妈接个电话 妈 挺好的 我跟小涵都挺好 对了 您跟爸爸 什么时候过来住两天 小涵特想你们 还有 我上次啊 从国外回来 带了很多东西给您 跟我就别客气了 行 那就这么说定了 到时候我去接您 行 那挂了啊 哎 再见 你怎么也不跟我商量一下 结婚是好事 再说了 他是你弟弟 我对他好 那不就等于对你好吗 我知道 可是他 行了 睡觉吧 睡觉 多甜蜜 没睡觉 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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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怎么这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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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烧风火了 我打个电话 喂 你在哪呢 下午有点事儿 放我半天假吧 我告诉你现在人都到了 怎么安排 以前没我的时候 你不也照样录了吗 我把安排都写在文件夹里了 你按照顺序 一个一个往下录 客户都已经确认好了 你赶紧回来啊 就这样 怎么回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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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录录录一定录 真不好意思 安排不太好 我先问问啊 哪位姓许 许 许小彤 就是西北汉子 我 我就是西北汉子 改歌了吧 呃 您是第一个 咱们先上去 大家再等一会儿 他马上就录完 好吧 不好意思啊 好 大风从这里刮过 不管是东北风还是西北 停 停停停 中了 没有 你先出来了 好好的咋就不录了呢 啊 啊不是那个 机器有点坏了 然后接着录不了 你先下去吧 真麻烦 哎 你跟他约个时间 等于哪天再过来录 不是我那图书卡 你给我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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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不好意思啊 机器坏了 咱们改天再录跟你打电话 好吗 都回吧 我跟你们说 你下次再录不好的话 你下次要退钱我了 太不像话 机器坏了 不好意思啊 人物都轰走了 麻烦以后不要往录音棚招这种不散不色的人 是个人就能吼两层 谁又招你了 我图书卡呢 在我这呢 你腰那晚上干嘛呀你啊 你不会找同样罕见了吧 打对了 看你那么难受 我总不能不管你吧 你千万别乱来啊 你在那等我 听见没有 我要借本书 情人 对不起 对不起 这张卡扩期了 不能结束了 爱情 爱情 会不会过期 你说什么 没什么 我只是想知道 能让瞬间迸发的爱情持久的方法 请问可以查哪本书 没有这种方法 瞬间迸发的 不应该是爱情 是冲动 那我就不明白了 为什么有些人的冲动 会迟迟不散呢 为了一时的冲动 而要长期忍受漫长的煎熬和痛苦 你说这样的人是不是很傻 没有人希望他那么做 是 是他自己犯傻 痛苦折磨 都是他自己找的 可是 他很快乐 因为他说 他已经付出了自己全部的真情 难过的同时 他感觉到很满足 是他让你来说这些话的吗 没有 他没有对任何人提起 这是他心里深处的秘密 他珍藏着 不轻易跟别人分享 可是你知道了 我知道 那是我一点一滴 感觉到的 你很熟悉他 我们在一起工作 你不是来接书的 什麼时候 我用来接书的 我用来接书的 你不是来结束的 你不想知道 他现在过得怎么样 我相信 他会照顾好自己的 那你呢 你过得好吗 我很好 希望这是你的真心话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你可以不回答 如果 你们是在你结婚之前 认识的 结局会不会不同 没有如果 我们 可回了 明白了 书我不借了 谢谢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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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真来了 上车 都录了吗 一个没录 怎么了 你主意怎么那么大 谁让你到这儿来的 谁让你动我东西的 不是 你以为你是谁 你想干嘛 你说你到底想干嘛 在录音棚的事是工作 这是我自己的事 你觉得你有权利干涉我的事吗 我警告你 这是最后一次 你下的再做主张的话 你马上跟我走人 把卡丘 没有这种方法 瞬间崩发的 不应该是爱情 是冲动 我已经把买房的钱给小任汇过去了 对了 你父母说 下礼拜他们要过来 小任一定高兴死了 他跟我说了 以后他一定好好工作 攒钱会还给你的 还什么呀 一家人还这么客气 中午某某约了我逛街 他过来了 我不跟你说了 好好好 走吧 妈妈 不必了吧 不巧啊 你中午不说约了别人了吗 没有啊 你还在装 我都看见了 那个姓陈呢 就在楼下等着呢 不可能 董小涵 你别气人太甚了 你当我哥是什么 你当面一套 背后一套 你真让我恶心 什么 什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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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晚要往回家了是吧 我真想早点回去 没办法 有任务 那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我给你做宵夜吃 不用了 我回去 怎么也得半夜吧 这样 你先把被子盖好了 床坊也关好 行了行了 别磨叽了 上车吧 那你忙去吧 亲一下 有人 拜拜 你说这老夫老妻的了 怎么还这么起泥 不耽误维护社会治安 我这还促进安定团结 哥 戏过了 听这话 有点冷 你还别这么说 你小子 遭遇这么一天 骗我 回来了 也不带钥匙 小韩 快进来 是我亲眼看见的 你还不信 非得多小韩 把陈锋带家来 放你眼前才信呢 是不是 也难怪 这段时间 我都信他了 就你眼见 什么都是你发现的 都是你看见的 你就会骂我 你心里明明知道 是怎么回事 从一开始你就知道 你就自己骗自己吧 行了 别说了 烦我 就算我什么都没看见 东小和他也一样偷人 从古到京 说实话的就落不着好 我走了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他们家人这是怎么了 这么一点事没完没了的 过不去了是怎么着 我不敢回家 我觉得这事 我肯定又说不清楚 陈锋怎么会在图书馆门口呢 陈锋他为什么就不能去图书馆 明明就是他们家人想太多 好好的一家人 都怪我 我最见不得你就窝囊样了 方凯阳什么了不起的 咱们干嘛要怕他呀 我去给他打个电话 就说你今天晚上在我这住了 反正苏建也不在 咱俩好好聊聊 乔玉 乔玉你别打 方凯阳知道我不回去 说他更要怀疑我了 通了 喂 方凯 你也太过分了 你这么大一男人疑神疑鬼的 还让不让人活呀 小韩今天晚上在我这住了 你是谁呀 装什么呀 乔玉 乔玉呀 你是董小韩的朋友 对不对 没错 作为董小韩的朋友 一个贴心的朋友 看着董小韩生活安稳 就给他介绍了一个陈锋 把我们脚的鸡犬不宁 闹到这不甜蜜 你还帮助他替他撑腰 你是非要把我们拆散了 才算踏实 对吧 我看从一开始 你就是这个局系 你说什么 你有病 我有病 我是有病 乔玉 我要郑重地告诉你 我要和你算账了 这可是你一步一步招惹我的 没话了 没话就挂了吧 对了 董小韩愿意在你那儿睡 就在你那儿睡 他完全可以不用回家 还有 别忘了 替我向他道一声晚安 再见 方凯 乔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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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豁出去了 不理他 不行 我还是得回家 他这种人就是蹬鼻子上脸 你越不搭理他 他越拿你当回事 我想回家 跟他解释解释 说不定 我能跟他说清楚的 你要说清楚什么 你犯哪条了 不管怎么样 跟你说说 心里好多了 你这个人呢 这个心肠太好 这边也放不下 那边也放不下 我放不下什么了 陈锋和方凯 这两头你放下哪头了 好好了我也不逼你了 走不走 我送你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